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没想到的是 前不久老王因为事物模糊 眼前总是有黑影 去了医院就诊 医生在经过详细检查后 发现老王的血糖高达15.5毫模尔每升 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标准 医生认为老王已经出现了定发症 而眼睛总是有黑影 就是因为眼底定电引起的 同时 高血糖还影响了老王的血管 肾脏等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定电了 老王十分纳闷 为啥自己明明控制饮食了 血糖情况还是这么不理想的 医生在详细了解老王的饮食及生活习惯后 认为可能与老王爱吃油炸花生有关 老王平日不爱吃灵嘴 但却十分爱吃花生 尤其是油炸花生 其实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花生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但是它对糖尿病患者还是存在威胁的 如果已经患有糖尿病 还是尽可能少食用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那么 糖尿病有哪些症状呢 糖尿病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的血糖持续升高 从而带来的一些生理功能紊乱的问题 而且 糖尿病患者基本上会出现多种症状 最具有标志性的症状就是高血糖 出现高血糖 也会对患者的身体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 人体的胰岛会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来分解人体摄入进的糖分 但是 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功能的缺失 或者说完全不具备胰岛功能 不能分泌足足够的胰岛素 失去了胰岛素的控制 血糖自然就会持续升高 可以说 高血糖与糖尿病二者之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是 患者的胰岛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 或者是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 但是 人体对于这些胰岛素的作用并没有感知作用 也就是说 这些胰岛素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达不到控制血糖的目的 除此之外 糖尿病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多食 多饮 多尿 这也是诊断糖尿病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为患者的血糖水平持续在一个高水平状态 因此会出现一种渗透性利尿症状 因为此时血液中的葡萄糖已经不能被机体利用 一直在血液中循环 这时 肾小球会将血液中的葡萄糖完全过滤吸收进尿液中 因此会有大量的尿液从血液中排出 人体会因为缺少糖分感受到饥饿 口渴 所以经常补充食物 饮水量也会增加 以上是糖尿病患者最典型的症状 如果治疗不及时 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 比如心血管疾病以及皮肤问题等 而且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只有在检查血糖时发现异常才会有所注意 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控制不及时 造成血糖进一步升高 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 中国目前的糖尿病发病人数都在逐渐上涨 增幅甚至在11%左右 造成这种现象多半与引发糖尿病的病因有关系 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糖尿病的病因有很多 但是主要的还是遗传因素 后天环境因素 自身免疫缺陷三种原因导致的 遗传因素指的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 那么后代中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较高 根据现有的医学资料研究 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 都与遗传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遗传并不是指后代一定会患有糖尿病 只是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特别是由于后天环境因素影响下 更容易引发糖尿病 因此遗传因素只是提高了后代患病的概率 并不代表会绝对遗传 而后天环境因素才会大大增加患病的风险 比如患者日常饮食不合理 导致营养过剩 也容易引发糖尿病 因为这类人群大多数比较肥胖 体内的脂肪细胞也比较多 大大降低了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 这胰岛素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就会导致血糖逐渐升高 引发糖尿病 还有很多不喜欢运动的群体 也是糖尿病的一感人群 因为人体的肌肉中有激糖原 激糖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可以把通过饮食吸收进来的血糖消耗掉 如果久坐不运动 激糖原含量会减少 不能分解大量的血糖 因此引发糖尿病 第三种原因就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的缺陷导致的 有些人天生就有免疫系统的缺陷 或者由于后天药物因素导致的免疫系统受损 不仅不能进行正常的免疫功能 反而还会攻击自身的其他系统 甚至是攻击胰岛 导致胰岛不能进行正常的胰岛分泌功能 胰岛细胞的减少或者逐渐消亡 是引发糖尿病的关键 以上是容易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原因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只要在这生活中多多注意 是可以及时预防的 但是随着人们对糖尿病的问题 关注越来越多 争议也颇多 比如花生到底是不是引发糖尿病的元凶 难道小小的花生真的可以导致糖尿病了 那么花生真的是糖尿病的导火索吗 花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食物 还有一些油类的原材料也是花生 甚至很多食物中的辅料都有花生 但是如果患有糖尿病 最好少食用花生或者是花生制品 不过并非一点都不能吃 而是要适量 因为花生中的糖分含量并不高 所以不能算是糖尿病患者的紧禁剂食物 而且花生中还有很多丰富的营养成分 比如蛋白质 维生素位 以及磷和铁等微量元素 所以花生对人体还是有好处的 花生作为一种常见坚果 其实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虽然相对白米等主食来说 含糖量并不算高 但是油脂含量非常高 我们吃的花生油就是用花生做原料的 可见其油脂含量有多丰富 可能不少糖友不能理解 油脂高但含糖量并不算特别高 怎么会影响血糖呢 这是因为当身体摄入过量的油脂之后 油脂在体内很容易转化脂肪 从而引起肥胖 这就很容易引起胰岛素抵抗 从而增加患糖尿病的几率 所以花生与糖尿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而真正有关系的是肥胖 肥胖是高血脂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高发因素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定要注意控制体重 避免肥胖 花生油脂含量高 而油炸花生经过高温油炸后 含油量更是大幅度增加 而且在高温油炸过程中 花生的营养也很可能遭到破坏 甚至可能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所以咱们一般并不建议多吃油炸花生 相对于其他蔬菜来说 花生的含糖量其实是比较高的 也可以作为主食的一种来吃 平日糖尿病人可以用花生 山药 红薯等食物来代替部分主食 尽量用蒸 煮的方式 这样对于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建议糖尿病人吃花生的时候 尽量吃生花生 煮花生 同时控制花生的摄入量 比如每次吃一小捧 既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 也不易引起血糖波动 综上所述 虽然花生并不是糖尿病的导火索 但如果不注意食用方式以及摄入量 那么也很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同时除了注意吃花生 还有一些食物可能会影响胰岛功能 小关提示大家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胰岛功能 尽量远离三种食物 胰岛是人体内一个重要的器官 它负责分泌胰岛素和葡萄糖调节激素 调节血糖水平 然而 现代生活中的不良饮食习惯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普及 给胰岛功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保护胰岛功能 我们应尽量少碰三种食物 首先 高糖食物是胰岛的头号敌人 高糖食物包括糖果 甜点 饮料等 它们富含大量的简单糖分 摄入后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 胰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会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功能紊乱 甚至引发胰岛素抵抗 最终可能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因此 为了保护胰岛功能 我们应尽量减少高糖食物的摄入 其次 高热量食物也对胰岛功能造成了危险 高热量食物比如巧克力 奶油蛋糕 肥肉 糖果 油炸食物等等 都是热量非常高的 高热量食物通常富含脂肪和糖分 摄入后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堆积 这些脂肪会产生一系列的炎症反应 干扰胰岛的正常功能 此外 长期高热量饮食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和 胰岛功能衰退 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 为了保护胰岛功能 我们应尽量避免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最后 加工食品也是胰岛的威胁之一 常见的加工食品 比如腊肉 火腿肠 培根等等 也是大家非常爱吃的食物 加工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防腐剂和调味剂 这些物质对胰岛功能有一定的损害 此外 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 也会干扰胰岛的正常功能 研究表明 长期摄入加工食品 会增加患糖尿病和胰岛功能障碍的风险 因此 为了保护胰岛功能 我们应尽量少试加工食品 选择新鲜 天然的食材 综上所述 为了保护胰岛功能 我们应尽量少碰高糖食物 高热量食物和加工食品 这些食物会对胰岛造成损害 增加患糖尿病和胰岛功能障碍的风险 相反 我们应选择低糖 低脂 天然的食物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保护胰岛功能 远离糖尿病等代谢病的困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